我们来到弹以理书的第八章,弹以理书全部有十二章,即是我们已经超过了一半 前一个星期我们是查第七章,第七章开始记载了神给弹以理这位很特别的先知,有四个异象 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个异象,今天我们会看第二个异象 但让我们重温一下弹以理书说这个弹以理到底是什么人 弹以理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生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在以色列亡国的时候 即是他差不多一出生不久,十多岁就做亡国奴 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已经被攻破了自己国家的巴比伦国 努力送去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但以理一生都没有回回故国,即是他去到一个异国的地方 在那里活了他的一生,然后在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为什么呢? 那个是主前六百年,即是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但以理你那个时代就开始了以色列人受苦的年代 即是他们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都在迫迫着他 但是在他之前的几百年,大卫和所罗门是他们全盛的时候 但是那个光辉是不再回来的了 我们看看第一章章,我们看看这个旧约 旧约就是主耶稣来之前,圣经一开始已经告诉我们 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这位是创天造地的神 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就已经解答了人类最大的问题 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一位创造者,这位创造者是哪一个? 旧约开始了,之后大概一千六百多年 地上的罪恶是多到神要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 刚刚有出气,昨天才开始叫Noah,我没有去看过 但是很多人去看 听说里面有一些是不太合圣经的 但是那一件事实就是神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 是他创天造地之后大概一千六百五十年之后是发生的 这件事是真的 然后我刚才说到主前一千年,即是距离现在三千年前 犹太人是达到全城的时期,大卫王、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之后,犹太国已经走下坡 多了几百年之后,在主前六百年就被尼布加比撒王 即是巴比伦,今天的伊拉克是灭了 这个就是但以利的时代 所以这是旧约,我看到六零零BC是但以利的时代 我们今天在看旦以利的书,就是在旧约距离主耶稣来之前六百年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旦以利是年少时被俘虏到巴比伦 他不单只是经过巴比伦的王朝 我们前几个星期查到巴比伦的王朝去到八沙撒王 他就在墙上有天书出来说你的国完蛋 那一刻他的国就完了,就是马代波斯取替了他 但以利也跨越了这个朝代 去到波斯的朝代,神很祝福他 这个年轻人我们看到有一些特性就是他很持守他的信仰 在义国当中他都不承担 但是神没有让他受到亏损 他和他的四个朋友是经过火遥,又经过狮子坑 但是不单只是安全无事 而且神是很享受他们的信心 是让他们在义国当中成为高官 但以利成为其中一个宰相 这个是神的恩典 神安排他在那里来照顾那些被俘虏的犹太人 神也都赐给但以利有一些特别的恩赐 他不单只是懂得解蒙 而且神是按下他做先知 就是透过他,神要将一些隐蔽的言语告诉我们 所以但以利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一路下去 有四个异象 这四个异象神是将世界的历史 由但以利的时代一路到这个世界的终结 是透过这几个异象来显示出来 为何神要在那个时候向他们说这么多的预言 要让他们知道世界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相信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神是要预备他们的心 让他们知道他们还有很长的时候要受到苦难 虽然是旧日先知华 他们被老到巴比伦是七十年 但神告诉他们 七十年之后 他们继续还会四散世界国地 神要惩罚他们的不信 惩罚他们的叛逆 但神也对他们有恩典有爱 所以神是透过很长时间慢慢将他们挽回来 让他们都认识将来要来的离赛 第二个原因 我相信是神要警告他们说 你们将会受到很大的苦难 是预备他们的心 第三个原因就是 虽然他们会遇到很多苦难 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 神依然爱他们 神依然有恩典在他身上 所以神要将世界终结之前所发生的事 都告诉他们 就是说世界终结之前 神会拯救整个犹太民族 所以从第七章开始 我们在这里看的都是预言 prophecy 预言是什么呢 预言是说将来要发生的事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言 预言让我们看到 预言的人是不是真的 因为人如果想出预言 你可能会遇到一两个对 但是大多数都错了 但在圣经里面的预言 是神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是需要100%准确 我们就知道那位真的是神 圣经的预言是以后将会发生的事 在弹以理书里面 神让他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 这个是在2600年之前 今天我们距离弹以理已经过了2600年 所以我们回头看的时候 神让他看到那些预言已经有一部分 是很准确地已经实现了 但是当然我们还未去到世界的终结 所以还有一些预言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的 是将来会发生 今天我们都未见到的 但是如果过去的预言是100%准确的时候 我们知道将来那些预言一样都会实现 经过了旧约 我们看下一章 现在是进入新约 上一次我们都说 新约就是由主耶稣降生开始 到主后三十年主耶稣为人的罪钉十字架 三天之后他复活在地上再四十天 将他自己显示给很多人看到 然后他升天 也是人家看到他升天的 他升天之后 猜派圣灵来到五旬节开始的时候 是什么时代开始呢? 就是教会的时代开始 今天我们都在教会的时代 所以你和我都是教会 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 我也都叫这个时代 是叫做恩典的时代 恩典的大门是为我们这一班 不是犹太人 是为外邦人而大开的 这个时代是特别为了非犹太人的 当然也有少数的犹太人在这个时间 是认识耶稣作为他的尼赛亚 但是大多数犹太人是现在都不接受耶稣的 很可惜他们一直在等这个尼赛亚 尼赛亚已经来了 也都为他们的罪钉死了 但他们竟然看不到这个尼赛亚 这个时代是外邦人的时代 是教会的时代 是恩典的时代 你和我都在这个时代里面 这个时代过了2014年 这个时代还有多长呢? 这个时代是什么时候会终结呢? 我打一个大问号在这里 没有人知道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说我作为人子 我自己都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我们不知道这个恩典时代 这个门还有多久 但我们知道就是要趁着这个门 还开的时候 我们要持有机会来接受福音 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而当这个门一闪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闪呢? 这个门一闪的时候就是 教会被提 这个英文叫做Rapture 稍后我们会看几节的经文 这是将来神的预言里面 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会有一件事发生 叫做被提 被提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到时你和我还在地上 而我们信耶稣的话 我们会突然被提到半空 在提到半空的过程当中 你和我现在这个肉身会马上改变 如果你和我当时还在地上 我们是一班很特别的人 因为圣经说 人人都有一死 这是一个定律 但是有一个例外 一个例外就是 如果是教会被提的时候 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经过死的 因为我们被提到半空 与主相会 在被提的时候 我们身体改变成为 基督复活的类似的身体 但是在我们被提之前 还有一件事会发生 一会儿给你们看 就是所有在基督里面 所死的人 他们会复活 好像主耶稣在两千年之前复活一样 这个就是教会时代的终结 就是以被提和已经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 复活 那里来到作为那个时代的宗旨 然后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之后蓝色那里就是大灾难 很窄的 只有七年的时间 我相信是我们这帮信主教会被提了 接着就开始这个大灾难 大灾难是分开前面三年半 后面三年半 在大灾难当中有一个主角 在这个第七章、第八章弹以理书 是神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只有三个字 叫敌基督 到时他会出现 他在大灾难之前已经开始出现 但是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之一 他是掌管了这个世界 这个大灾难是跟这个敌基督是完全有关系的 所以当我们看世界 将来要发生的时世界的终结的时候 请你记得第一个字是我们被提 Rapture 是复活 Resurrection 然后有这个Antichrist 敌基督 今天在第八章这里我们看三个人 这三个人物有两个是敌基督的前奏 或者是先锋 是神在历史上摆这两个人在这里 是来到给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将来要来的敌基督是怎样的 这两个人已经在历史上已经有 而所有的神学家都公认这两个人是符合预表敌基督的身份 一个叫大的角 一个叫小的角 一会儿我们会来看第八章 请你记得第八章是讲到三个人物 两个是象征将来要来的敌基督 好了 我们看下一章 世界将会是进入最后的时刻 我刚才说过是什么呢? 七年大灾难是教会 恩典外邦人时代的终结 教会被提了 地上已经再没有教会在了 所以那个教会的时代 是停止了 恩典的门也是关闭了 因为大灾难来到地上 但是大灾难里面 还会不会有人得救呢? 都会有人得救 主要是为哪些人得救呢? 是为犹太人 大灾难是为了解救 大灾难是为了解决 和拯救犹太人 当然还剩下在地上 还剩下的未信主的外邦人 和未信主的犹太人 在大灾难中 很多人会信主 那七年开大报道会 每天开大报道会 有十四万四千的犹太人 一万二千个在十二个支派 成为十四万四千 犹太人是信主 这一班宣教士去到世界国地 带犹太人信主 并且在启示录里面 不是在弹以利书 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到 到时在大灾难的时候 是有天使在半空来报道的 并且到时会有两个神的使者 来传福音 而这两个使者 后来是被打死在街上 但是三日之后他们复活 所以那七年的灾难是很痛苦 但是也很多人信主 因为什么时候是最多人信主的呢? 是不是很幸福 很太平的时候信主呢? 不是人的心呢? 在那个时候是想不到需要福音 是在苦难起逼白 走投无路的时候 然后他们向神求 他们就看到那位是利塞亚 所以大灾难 我们研究圣经 我们相信是为犹太人而设的 所以我们这班信徒 这班外光人的信徒 是在教会时代里面 是基督的身体 在整本圣经里没有看到 我们是需要经过这个大灾难 所以我相信灾前被提 有人相信灾中被提 有人相信灾后被提 我三个人都研究过 我觉得灾中灾后是不可能的 是灾前 大灾难开始之前 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教会被提 因为基督是在一起 以及在基督里面 睡了的人 即死了的人 是会复活的 大灾难来之前 第二个点 所有已死的基督徒都会复活 下个月就是复活节 到时候我会再跟大家 再讲清楚一些 这个复活的真理 复活是我们基督教教义里面 最重要的一种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将来都不会复活 你和我将来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今天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们不如去玩 去做一些其他的事 但是因为有复活 就是有将来 就是有永恒 这个复活是我们基督徒 持守着的真理 圣经里面很清楚 已经死的基督徒 在大灾难之前 Rapture那个时间 他们会先复活的 复活有次序的 在基督里面死的 是先复活 然后跟着 是我们到时仍然 还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 就会被提到 空中与主相会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的Rapture 然后在大灾难之前 刚才说的那个敌基督 敌基督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不用在其他地方找 我相信他从欧洲出来 因为我们刚才看的那张 新约那里的时候 下面那里有几个的朝代 就是我们以前看过的预言 你记得那个人有头 有胸 有脚 四个朝代 四个朝代都过去的了 最后那个朝代说 罗马人 罗马人在主后六百多年 那个东罗马 已经都没有了 西罗马先没有了 东罗马都没有了 但是很清楚给我们看到 是 罗马将来会有新的 罗马帝国出现 罗马帝国在哪里呢 在今天的欧洲 是落到那个像的脚趾那里 说有十个国 或者到看后来 就有十个国 就是说 罗马帝国里面 是会分开十个国 这十个国是在一起的 你今天看欧洲你就知道了 欧洲共同市场 欧洲共同的货币 他们开始的时候 十几个国家 后来跌到九个 现在呢 突然间多了一群国家 现在是二十几个 为什么呢 在苏联解体之后 东 那个 Eastern Europe 是有很多小的国家 那些名字你和我都读不到的 全部呢 这些变成独立的国家 就加入了欧盟 所以现在有二十几个国家 那你说 圣经说是十个国家 现在二十几个 那这些预言将来怎么样 你不需要担心 因为神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神说十个到将来 新罗马出现 迪基督出现的时候 一定不会九个 不会十一个 一定是十个的 我们就看着历史一路的演变 我相信慢慢慢慢你会看到 不会二十几个的 有些国家会合拼的 苏联会再出来 你看看最近 最近苏联是侵拼了 谁 Crimere 是吗 Crimere 苏联是野心很大 所以慢慢慢慢 不是苏联 现在不是叫苏联 现在叫苏俄 但是苏俄 迪基督出现的是几个国家 十个国家 在这十个国家里面 我们上次看第七章的时候 有四个国家会特别在十个国家里面出来 而在这四个国家里面 有一个国家的掌权者就是迪基督 会打赢其他三个国家 然后统治整个欧洲 亦都是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我们在弹义里书以后 以及在启示录里面看到 在大灾难的时候 这个迪基督是主角 前面那三年半是天下太平的 这个迪基督是搞定了世界上的问题 所以全世界这么尊重他 因为所有问题 国与国之间的糾纷 经济的问题 什么问题他都可以解决 所以全世界都很景仰这位 当他是世界的统治者 前三年半他还怎么样呢? 他和以色列结盟 帮他重建他的圣殿 今天以色列的金顶 在以色列的金顶是回教纸 那是以前所罗门建的圣殿 第二圣殿耶稣的时代 也是在那里的 但是主后七十年 罗马把整个圣殿毁坏了 那里是成为废墟 一直到主后六百多年 空置了几百年 没有人去那里 因为那里是不祥的 没有人肯去耶路撒冷 然后到主后六百多年 那些回教来 拿了那个地方 建了金顶纸 到今天仍然有金顶纸 但是将来敌基督 是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地方拿回 建了一个圣殿 给以色列人 你说以色列人多开心 完全信得过这个敌基督 所以在大灾难前面 那三年半是天下太平 在启示录那里 让我们看到 那个敌基督是有功 他有功 但是没有战 他不需要战 不需要打仗 天下太平 但是一到三年半的时候 他的真面目就出来了 圣殿就给他 是尖污被他毁坏 这些敌基督 第二天的手段 在《弹以理书》第八章 是让我们看到前面 有两个历史的人物 来象征了将来真正出现的敌基督 第一,在军事上有多有势力 第二,在他的诡计有多重要 一会儿我们会慢慢看到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 Rapture,被提 我们说到人类的历史 说到教会恩典时代的结束 我刚才说是以被提来做结束 《贴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十四至十七节 那里就是说Rapture 第十四节说 我们若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 我们信耶稣的人 一定是要信耶稣为人的罪死了 也复活了 今天在神的右边 将来会第二次再回来 你不相信这些 你没有办法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就是信他 为我们的罪死 而为我们复活 照样也应该相信那些 那些靠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 就是已经陷入过了新的信徒 他们会怎样呢? 神必定把他们和耶稣一同带来 什么时候带来呢? 就是Rapture的时候 这帮人才会复活 这帮人现在在哪里呢? 他们的身体 有些在地上已经腐烂了 有些是火 已经火烧了 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这个身体是会过去的 尘土归尘土 但是神做你做我 最宝贵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灵魂 这个灵魂是不死的 这个灵魂今天是与主耶稣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有亲人是信主的话 他死了之后 他去哪里呢? 他今天是跟主耶稣和神在一起 在天堂那里 但是他们暂时没有一个身体 暂时只是灵魂 但是到Rapture的时候 这帮人是会复活的 复活不是说他现在这帮人 是没有了知觉睡了在那里 等待日醒醒了 圣经从来没有说到灵魂睡着了 但是他的灵魂现在和基督在一起 他们只不过是等着Rapture那一刻 神将新的身体赐给他 第十五节说 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 我们这些活着全流到主再来的人 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和我神这么有恩典 让我们不需要经过死 他Rapture的时候 你和我还活在地上的话呢? 他说我们这些人 绝不能在哪些睡了之人之先 即是有先后次序的 复活有先后次序 是在基督里面先死了的人 我们那些亲人 信耶稣的已经死了那些 他们先得到新的身体 与主耶稣一齐回来 在半空那里 然后第十六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那时有法令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呼声 全世界都会看到这件事 在半空 还有神的好觉的声音 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 必复活 还有一个字在那里 必什么?必先复活 我刚才说复活有次序的 这些人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的人 他们是先复活的 然后呢 第十七节 然后 跟着 我们还活着全流的人 就是说 我们在地上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提到云里 Rapture 被提上去 在空中 和合本翻译 在半空 在空中 与主相会 这个是否主耶稣第二次回来呢? 第一次回来的 我们被提 然后所有在主里面死了的人 复活 然后他们一起 我们是回到主耶稣那里的 没有回来的 主耶稣不是第二次回来的 那个只是在半空而已 因为世界还未终结 还要经过什么? 七年的大灾难 大灾难之后 接着是进入一个叫做千禧年 刚才我在那里都告诉大家 千禧年之后才是主耶稣再回来 其实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呢? 不是千禧年之后 是大灾难去到尾声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 去到尾声的时候 这个灾难大到 基督是要将选民逼害到犹太人 迫害到一个地步 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 然后最后一场战争 就是阿玛吉多顿 在平原 在今天以色列附近的平原 最后一战 是敌基督在那里被击败 主耶稣是那时候第二次回来 所以Rapture的时候 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前奏 但是还未真的回来 因为地上还有七年的灾难 七年的灾难去到最后 没有办法忍受了 然后主耶稣在那个时候 就再回来 好了 然后我们看敌基督 末世一定会出现一个敌基督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你如果想知道大灾难当中的情况 你回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主耶稣说 你们看见先知弹以利所说的 耶稣都有读弹以利书的 不只是我们在研究弹以利书 耶稣知道弹以利书 所以有些人说弹以利书是神话 弹以利书是近代 因为里面这么多预言都这么准确 当然是近代 几百年前的人才写出来 就说是主前六百年 但到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说 先知弹以利所说的 那行为坏可真的 暂在圣地 弹以利书是指什么呢 先指前面 先说将来敌基督出现的那天 稍后会告诉你们是谁 然后他再指向将来真正的敌基督 敌基督刚才我说过 他帮以色列人重建圣殿 但到了第二个三年半 他不单攻击以色列人 迫害以色列人 而且他进到圣殿去占户神的殿 那个在历史之前 主前一百六十五年 已经发生过一次的了 那一个希腊的王 就是弹以利书第八章里面 讲的那个小国 一会儿我们会看 主耶稣自己提到将来 会有一个敌基督出现 他说是弹以利书说 行为坏可真 站在圣地的那个 那个就是敌基督 然后使徒约翰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 他说现在是末世的时候 主耶稣升天之后 已经进入末世 就是这个世界 已经进入最后一个 你和我今天都是在这个末世里面 他说你们听过敌基督者要来 但是下面这句很有趣 他说现在已经有不少敌基督了 敌基督Antichrist A是一个的 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 假先知敌基督已经出来的 有很多人是很仇视基督的 是很不喜欢基督教的 这些敌基督已经在历史上 一直露出来 是在迫害犹太人 哪个呢? 希特拉是其中一个 他不是真的敌基督 他是小的敌基督 有很多这些出来 但是将来会有一个真正大的敌基督出来 然后保罗在《帖撒来的家后书》二章三节 他说主的日子来之前 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日子之前 必定有背道的事 并且那不法的人 这个就是指敌基督 不法误守律法 就是那沉沦之子 必定显露出来 耶稣又说将来有敌基督 refer回去旦以里说过 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 然后保罗也是这么说 约翰也是这么说 上一次我们看《弹以里书》第七章 第七章到尾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七章二十节 弹以里所看到的异像 那只兽 第四只兽 他说我又想知道他头上的十个角 最后那只兽是说不到名字 第一只兽是狮子 第二只兽是红 第三只兽是炮 第四只兽是说那只兽是很可怕的 那个样子 是说不到名字 但是特征就是他头上有十个角 刚才说过十个角是什么 十个角是新罗马将来十个角 这是欧洲 还有长出来的小角 那个小角就是在十个角里面 长出一个小角 还有那三个在小角之前倒下角的实情 前面有三个角再加上小角 就是说十个角里面有四个欧洲国家是特别强盛的 但是在这四个里面是有小角的 是征服了其他的 那个小角是有眼有说夸大的话 夸大的话就是说他连神都不看在眼内 他说他的形状比同类更威猛 第21节 我继续观看看见这个小角与圣文 圣文是什么? 犹太人 这个小角会跟犹太人争战 战胜了他们 这个是说到在大灾难后面那三年半的时候 他是迫害到犹太人走投无路 但是其实这个是神用他来让犹太人认识离塞亚 悔改归向神 第22节 直到万古常存者来到为至高者的圣文伸张正义 这个是万古常存者指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圣文拥有的国度的时候就到了 敌基督的结局就是被打败被灭亡 然后神保守他的选民 第24节 至于那十个国 这个是欧洲 就是在这个国将要兴起的十个王 他们以后必有一个王兴起 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 他必制服三个王 这个是说谁呢? 这个是说敌基督 第25节 他必说话 敌基督会说什么呢? 说敌党至高者 一些很骄傲的说话 连神都看不起眼内 然后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文 有三年半的时间折磨到他们差不多要死了 他又想改变折旗和律法 折旗和律法是谁呢? 是犹太人的折旗律法 是神创定的 是他们手的折旗和律法 是敌基督把他们全部反转了 就是把他们的信仰全部反转了 圣文必交在他手中 神让敌基督来折磨这些圣文 折磨多久呢? 一载、两载、半载加上多少? 三年半的时候 然后审判要开始 敌基督的权兵必被跌去 他必被毁坏灭绝 直到永远 这是上一次、前一次 我们第七章尾已经看到 神给弹以利看第一个异象的时候 已经把敌基督的一些资料 已经说了出来 我们今天看弹以利书第八章 第二个异象 第二个异象是在第一个异象两年多之后 第八章第一节 白沙撒王又回到巴比伦 波斯还未出现 白沙撒王未见到墙上的字 还未灭的 现在回头说 七章是白沙撒王的第一年 现在是第三年 两年之后 他再有一个异象向他显然 他在异象当中看到自己在耳南省 书山城 书山城当时只是一个小城 波斯王之后 以斯帖就在书山王的皇宫那里 第二天书山的地方是成为王的居所 但是在这个时候 书山只是一个普通的城 他在异象看到自己在乌来河边 他看到什么呢? 第八章第三节 他举目观看看到一只公棉羊 看到一只公棉羊 这只公棉羊站在河边 公棉羊有什么特别呢? 公棉羊有两只角 羊有两只角有什么特别呢? 他那两只角很高,但高低不一样 即是一只角高一点,一只角低一点 高一点的角是遲些长出来的 即是他先长一只角就低一点 再长一只角就高一点 他是有两只角的 然后第四节 但以你看到 那只公棉羊向西向北向南撞去 这乃是说到他的版图是很广阔 很广阔 他说没有走兽在他面前暂立得住 也不能够拯救脱离他的手 他任意而行,狂妄自大 这是指谁呢?我们不用猜的 因为神差派天使解释给达尔利 在第20节 天使对达尔利的解释说 你所看见那有两个角的公棉羊 就是什么呢? 告诉他,因为这些还未出现 他说是马代和波士 这个又吻合我们前面第二章 尼布格尼撒的梦 这个是去到胸和两只手臂银的 就是马代和波士 为什么有马代和波士呢? 原来马代是先兴起的 然后波士在他旁边才兴起 但是波士兴起比马代更加强盛 就聘了马代 就成为马代波士 所以他是两个角的 这只公棉羊是两只角 马代和波士 但是后来的波士 是比马代更加强盛 马代波士 记住 在达尔利的时候 还是巴比伦统治天下 马代波士只不过是小国在旁边 未兴盛 但是圣经的预言 老祖已经告诉他们 十几年后会发生的事 就是马代波士人 会取代巴比伦王国 看第二只兽 八章第五节 他在想的时候 忽然有一只公山羊 刚才那只是公棉羊 这就是公山羊 公山羊有什么特别呢? 第一,他从西面以来 波士的西面 你回去看看地图 波士就是今天的伊朗 西面就是希腊 就是希腊 他说这只从西以来走遍全地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走的时候快到脚不沾沉 好像在飞着 一只脚都不碰地 没有沉 一只脚不沾沉 是快到飞 他说这只山羊两眼之间 有一个显眼的角 特别在这里 第一,他飞得很快 走得很快 第二,他是西面来 第三,他只有一只角 那只角是有一只眼 走到先前所见 站在河边 有两只角的公棉羊 这两只羊就打起来 一只是独角的 公棉羊 山羊 刚才那两只角 一只角高一点 一只角低一点 就是公棉羊 哪一个赢呢? 这两只角的公棉羊 这只丹角是愤怒地向公棉羊 猛力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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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只独角 是去攻击刚才两只角的 两只角的是波斯 波斯之后是谁攻击他呢? 又不用猜的 因为天使告诉你 在第21节 他说那只多毛的公山羊 就是希腊王 说得很清楚 第三个就是希腊 他说希腊 两眼之间的大一只角 一只角就是希腊的第一个王 那个很明显是指谁呢? 希腊第一个王 阿历山大大帝 当旦尔尼看到这个预像的时候 距离阿历山大大帝出生还有二百多年 这是预言 即是说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未有希腊在 未有阿历山大大帝 但这个预像已经神告诉他 这是将来希腊的王 是会出来的 是灭了波斯的 果然我们看到是这样的 阿历山大大帝 二十三岁开始出来打仗 三十三岁十年间已经征服了当时整个世界 那个版图比以前波斯更加厉害 他在东边打到印度 差点是打印度攻过来中国 不过他的兵不肯再打了 他打第二边去到 去到非洲、埃及 今天去埃及有一个大城市 叫做阿历山大大帝 是谁呢? 纪念阿历山大大帝 打到他那里 整个中东、整个以色列、沙地阿拉伯 整个欧洲 全部都是阿历山大大帝 十年而已 二十三岁打到三十三岁 他二十三岁出征 就再没有回家了 他最后在哪里呢? 最后在巴比伦的皇宫 就是白沙撒王在墙上看到天书写出来的皇宫里面 他在那里饮宴而在那里死 三十三岁死 和主耶稣三十三年是一样的 有一个人写了首诗 我今天没时间读给你听 将主耶稣的一生 和阿历山大大帝的一生 大家都是三十三岁来比较 一个是牺牲自己来拯救人类 为人类带来生命 一个是周围打仗 流很多人的血 到最后都要面对死亡 相传说阿历山大大帝在他临死之前 吩咐将来在他的棺材旁边弄两个洞 他两只手抵出来 即是说他一点东西都带不走 两手空空征服了整个世界 但是一点东西都带不走 好了,第八节 他说这只公山羊 阿历山大大帝非常狂妄自大 更狂妄过波斯 在他强盛的时候 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大国被截断了 突然间死了 33岁 喝酒 喝宴的时候 累帝死了 他说在大国原来的地方 有四方就有四个显眼的角向天的四方掌出来 一个角看着他变成四个角 这四个角是什么呢? 这四个角就是他那四个将军 因为他太年轻 他没有儿子 所以四个将军是瓜分了他的国 那你说 他有四个将军 当然是四个分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原来 他当时是有22个将军跟着他 这22个将军用了20年的时间 来差哪一个是继承阿历山大帝的 到最后是五个将军最强 其他的陷阱都没有了 五个将军 如果真是五个将军 瓜分了希腊的话 圣经可以收藏 因为圣经很清楚说是四个角 原来五个将军打到最后 有一个都被征服 结果是四个将军 东南西北分了希腊的国土 第22节 至于代替那切断了的国 在他原来的地方要掌出四个国 不是五个、不是六个、不是三个 是四个 这是几百年前神已经预言 这四个在他国中兴起的王国 只是没有他的权势 原来这四个将军所瓜分的地方 没有人像阿历山大帝的军力那么强 但是他们四个就掌管了 阿历山大帝 阿历山大帝是第一个预表敌基督 因为这里说的大国 其实就是预表将来要来的敌基督 这是将来敌基督的军事的强势 好像以前阿历山大帝那样 接着我们要看有第二个历史的人物出现 是来到预表敌基督的 第九节 他说这四个国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希腊的王朝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说这四个国当中的一个国 四个当中的一个 又掌出一个小国 在这个国里面是一个小国 刚才那个是大国 大国是什么呢? 大国是阿历山大帝的第一个预表敌基督 这是第二个预表敌基督的 是一个小国 这个小国向南向东 向荣美之地 荣美之地是什么呢? 荣美之地就是耶路撒冷 向着耶路撒冷不断的强大 即是说这个小国的王 是会统治今天以色列的地方 他是比其他三个都强的 第十节他渐渐长大 高及天象 将一些天象和星星都摔落在地上 用脚来浅踏 讲到星星的时候 就是讲到神的选民 即是说这个小国出来 是会踩那些圣民的 是会迫害这些犹太人的 第十节他再提一次 说他狂妄自大 要高及天象之君 要与神同等 骄傲到这样的地步 他随掉献给天象之君的常献制 又拆毁他的圣锁 谁有圣锁呢? 选民有圣锁 这个人要去拆毁 要去沾污他的圣殿 第十二节 因罪的缘故 圣民连常献的祭都要交给他 他就是完全控制中东 控制圣殿 控制选民 他把真理丢在地上 任意而行 凡事顺利 这个历史上给我们看到是哪一个呢? 这个人叫做 Antigous Epiphany 是希腊国 亚历山大大帝之后 主前165年 亚历山大大帝死了大概百多年之后 在希腊国当中 分了四个小国 里面有一个国很强盛 就是 Antigous 中文我们翻译做安提亚古 医比范利 Antigous Epiphany 这个人是很残暴 很奸诈 但是他先和选民来到和约 要为他是很帮助他 和他们建圣殿 建好圣殿 让他们在耶路撒冷那里献祭 然后突然间他进到圣殿那里 去损围他们 而且他在未做这件事之前 他在圣殿的旁边 那个智圣所旁边 圣殿就在今天的金顶纸 他在圣殿旁边 建了一个露天的体育馆 那有什么所谓呢? 建了一个体育馆有什么所谓呢? 他们在这里经济 你有没有听过奥林匹克是希腊开始的? 你知不知道 奥林匹克最初古代的奥林匹克 在希腊的时候 那些竞技者是穿不穿衣服的? 不穿衣服的 完全是赤裸的 他们在圣殿旁边 在圣殿旁边 是整班人在赤裸身体 在庆祭 是特意给圣殿的犹太人 那些祭司看到的 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很大的冒犯 但是他们鼓励犹太人跟他们一样 犹太人手割礼和外邦人不同 所以令他们的信仰很混乱 在这个之后 突然这个Antigous Epiphany 是侵佔了圣殿 他将犹太人追忌的什么呢? 犹太人追忌的是什么? 犹太人吃不吃猪肉的? 他不吃猪肉 他将猪带入圣殿 在圣殿里杀猪 将猪的血涂在圣殿里面 然后他将猪肉逼祭司来吃 即是侮辱神、侮辱圣殿、侮辱犹太人的信仰 但最初跟他们很友善 一转了就是这样 第十二节 因罪的缘故圣文连同常献的祭都交给他 很信任他 然后他将真理丢在地上任意而行 凡事顺利 这个安提亚古伊比凡尼是历史上少有的残暴奸杂 兼迫害犹太人 他杀了很多很多犹太人 最终是引起什么呢? 在历史上 主耶稣来之前百多年 最终引起犹太人 麦卡比的半变 马加比的半变 来打他们 而犹太人有一百年的时间是自己有自由 因为马加比的半变 因为他迫害他们太厉害了 为什么神要将这个预言 阿历山大大帝说到他的军事的强盛 以后敌基督的军事会很厉害 然后这个anticus epithany 是说到他的奸诈 第二天 敌基督的奸诈 就是先哄了那些犹太人 是信得过他帮他建的圣殿 让他献祭 然后三年半一来的时候 就进去毁坏的圣殿 尖污的圣殿 然后杀犹太人 迫害他们 迫害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你回去看看马太福音 第二十四章 耶稣亲自说 说将来他说 如果不是神有恩典 没有一个选民可以有圣殿 迫害到一个地步 是他说那些小孩的妇人有和睿 你只能够走 你不能跟他亏 但你抱着孩子 你走不了 在那个时候 迫害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他们只有转向尼赛亚 好了,我们再看《丹尔利书》第八章 当中的敌基督 第八章二十二节 刚才看过这一节 至于代替了一个切断的国 在他原来的国 那四个国在他当中兴起了 然后二十三节 四国的后期 敌基督出现了 犯罪的人 恶冠满营的时候 必有一个面貌凶恶的王兴起 他诡计多端 在这里短线的是指 《丹尔利书》 但是真正在预表的是 将来在大灾难之前 会出现的敌基督 迫害犹太人的敌基督 第二十四节 他的权势强大 却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 这个敌基督很有军事的能力 也很奸诈 但是他不是出于自己的力量 那你说出于哪个的力量? 魔鬼 这个是魔鬼的使者 敌基督绝对是属于魔鬼 他的力量是从魔鬼而来的 所以他是可以行到神迹奇能的 他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 他必造成惊人的毁灭 他任意而行凡事顺利 他必毁灭有强力的 又毁灭圣民 这个就是主前165年 Epicony所做的 预表将来在大灾难 后面那三年半会发生的事 第二十五节 他运用诡计行遍无往而不离 诡诈 他心里狂妄自大 他必成人不避的时候毁灭很多人 他要起来攻击万军之军 攻击神 最后却非因人的手被毁灭 你记不记得我们查第二章的时候 那个人像 金顶人像 银的胸和手臂 铜的肚 铁的肚 铁的脚 落到脚趾那里 十只脚趾 铁和泥 是混合 那个就是新罗马帝国将来的欧洲 然后发生什么事 有一块石头 不是人手做的石头 扔到金像那里 整个金像倒了 是吗? 那就是这里 敌基督第二天是会被毁灭 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在大灾难的末期 犹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 主耶稣就回来了 我们看到末世的预言的时候 对我们有些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的呢? 第一你和我也要知道世界是走向毁灭的 我希望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想着世界越来越好 人的心又越来越好 世界越来越好 不是的 世界是走向毁灭 你和我的生命都是趋向于死亡的 这是不变的定律 世界上 所以你说进化的东西越来越先进 越来越好 是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一样东西是进化的 每一样东西都在衰退 毁灭 退化混乱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问 在一个世界趋向于混乱 趋向于毁灭 敌基督将来要出现 如果当时我们还在这里的时候 在灾难当中的时候 那些人的盼望在哪里来? 你和我的盼望在哪里来? 虽然你和我是不需要经过这个灾难 我们应该不会被敌基督来迫害 但是你和我的生命慢慢的毁灭 那个有什么为我们带来盼望? 有什么为我们带来平安和稳妥? 除非是我们认识这位神 没有人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没有宗教能够给你和我真正的平安 只有我们拿着这位 创造宇宙万密的神和爱我们的神 然后我们人生才有平安 才有希望 第二我们要明白 为什么世界要走向毁灭? 为什么你和我将来要面对死亡? 因为是罪的 因为是罪 罪进入了世界 罪为我们带来毁灭 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扭转了罪的权势 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不会再被罪的前妖 当然我们生活在世界上还有罪 到我们将来见主耶稣的时候就没有罪 但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 主耶稣第一次来 是为你和我的罪钉写在十字架上 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 然后当他第二次来是要审判世界 我们已经不受审判了 因为我们都不在地上 我们已经被提到他那里 与他在一起 我们所受的审判 只是我们工作的审判 神掌赏我们 但是我们不再是要面对永远的死亡 第三样 如果我的看法是对的话 你和我今天信耶稣是有莫大的恩典 莫大的福气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需要将来面对大灾难 面对敌基督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在大灾难还未来之前 你和我基督的身体已经被提到半空 是永远与主耶稣在一起的 你说我们不等到那么久 可能这一千年之后才出现 我们不知道 刚才有个大问号 不知道还有多久才是大灾难的开始 但是不论我们还是存留在世界上 还是我们已经是经过死亡的幽谷 我们也一点也不需要怕 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去哪里 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会见哪一个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爱我们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最美好的 在你做我们的时候 你已经刺下一个不灭的灵魂 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灵魂是可以永远与你同在 与你共享永恒 但是我们也感谢你 你说将来有一日 你要将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们 你要将我们是被提到半空 终于主耶稣在一起 主耶稣说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将来我在哪里 你也会在哪里 我们会住在父的家里 神亮我们为了你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求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当中还未认识你 我们未有这个新的生命 未有这个永生的把握的时候 求主你向我们说话 叫我们把握机会 为我们早日接受救恩 相信你 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也是为了世界的方向 来祈祷 我知道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有很多不法的事 很多假先知 真正的基督虽然未出现 但是已经有很多假先知 在世界上不出现 令到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认识你 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在世界上做光做炎 能够让更多人来认识你 求主你也保守我们 在这段日子 将会有很多患难来到 在我们个人身上 在我们周围 因为我们正面对一个 越来越混乱 越来越多罪恶的世界 求主你保守我们 叫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 不单止我们是被保存 我们能够过一个 有意义丰盛的人生 有正确人生的方向 有喜乐 有平安在我们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 为了这段时间感谢你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